《勁爆惡勢力》 黎莉 中午12時34分 《勁爆惡勢力》歌手訪問 今天這位歌手很久沒見她 Gigi 賢銘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莉 你好啊 Gigi 但是我開始以為我不好意思很老套 本來你是不是整隻黑色的 黑天眼 其實我今天也有點中分 類似MV裡面的自己 但今天就直發 MV裡面就是鑽髮 是 OK 其實今天要講到你的最新派台 透光者 但是我想先說 這一份的禮物很漂亮 多謝 因為我一開的時候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想擁有一支類似的筆 這支筆是用墨水 我叫做古... 好像以前古典 古典的時候點一點 然後有寫字 是鋼筆 我完全想起鋼筆兩次 是正常的 是 多謝 我覺得是很厲害 但是 剛剛有人跟我說 很適合你 而且我看到黑色的羽毛 其實也是配合你的MV裡面 就是扮演黑天眼的角色 也是 一定要說少許這首歌曲 因為我一開始聽這首歌的時候 感覺上都頗不明顯的 是 然後你就說 如果我單聽這首歌 我不看MV 或者當時一開始 我還沒看MV的時候 我就... 是誰來的呢 是啊 其實我也有在網絡上錄一些評論 然後有些聽眾或者粉絲都說 其實一開始跟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是Gigi 但是直到轉音的位置 就知道 啊!這是Gigi 是Gigi 那我就覺得 都給大家驚喜 那你是一個開心 還是 你是預期之內 大家也想不到 嗯... 其實 我又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 因為那時候錄這首歌的時候 我的聲音狀態 其實不是特別好 反而是這樣 是 所以 就 就 不是說 唱得最好的一次 而且 我一開始是 其實沒有選擇這首歌 但是這首歌的選擇的時期 其實是在大開眼界 Little Magic 和Only For Me 那時候已經選擇了 但是我沒有選擇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自己無法處理這首歌 而且 暫時好像沒有能力去唱這首歌 所以 就 一直都沒有選擇 但是我的A&R就跟我說 她說 Gigi 你真的試一下這首歌吧 這首歌真的適合你 而且我也真的想你有一首 類似這樣 那麼鮮氣的歌 然後 在她的說服之下 我就錄了這首歌 但是其實 暫時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都還未滿意 所以 希望有機會再唱的時候 就會再唱好一點 那我先問一下 當時 其實你有聽過 但你當時還未選擇 你還未選擇 你還未選擇的原因 是純粹覺得 挺難度高 還是 那個感覺你還未有呢 我覺得 首先可能自己唱的感覺還未有 還有就是 就是 因為我平時唱歌的方式 如果套用在這首歌上 我覺得其實 不是說很適合的 而且不是很適合這首歌 但是我覺得 這首歌也可以挑戰一下 而且可以在這首歌之下 可以催促自己練習 這首歌的唱歌方法 所以 都可以嘗試 還有 其實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旋律 沒錯 旋律就是 但是你當時聽的時候 的模式 有沒有很適合的部分 當時 我的印象不是很深 但我比較深的印象 是旋律 但當時有沒有適合呢 好像有適合 但就不一樣 但最後為什麼 會用透光者這個主題 而且你多喜歡透光者的名字 多謝 其實本身 我的A&R 他是想用隱形人 但是他覺得 這個名字好像有一般 又文化的 然後他就 改了 透光者的原因 是歌詞最後 那一句是 吸我一線穿頭的光 之後他就 嗯 引用 之後就 歌名也挺好聽 挺好聽的 而且 主題裡面的咸 是你們 整個團隊一起想 我們就向這個主題進化 還是怎樣 那時候 其實大家有問過我 想說什麼 就是自己內心的感受 還有他們都慢慢了解我的時候 他們發現我是一個 比較藏在自己 比較內向的一個人 所以 當他們在想的時候 說這個主題好不好 他們就寫了出來 結果那份詞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嗯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你的份詞 因為我覺得 其實挺說到我的一些方向 因為我本身內心是 其實很多東西都藏在自己的心裡 但是我也很想 好像有光透下來 好像有一個曙光 希望有人可以了解我 然後去拯救我 因為其實 我很擔心別人擔心我 所以我就 直接不說了 藏在自己的地方 就好一點 但是我現在慢慢長大 我都發現 其實 因為我暫時沒有一個 抒發壓力的方法 所以唯有 就是做完那件 我自己認為有壓力的事情 才會 好瘦一點 但是其實這個 解決壓力的方法 不是特別有用 因為它 在你還有壓力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 慢慢可以令到你放鬆的方法 所以我現在慢慢長大 我就會找 可能是家人 或者是我的朋友 去聊天 聊完之後 其實就會好一點 不過我都會選擇性 去跟他們說 因為有些事情 未必大家會 了解到這麼深入 亦都 怕跟他們說完之後 會更加擔心 所以 有些事情都會 在內心 希望自己可以開解自己 但是有些人 希望大家可以 用他們的角度 去開解我 那不會很大壓力 和很辛苦嗎 其實是會的 但是 我覺得 可能 是成長需要的一部分 因為 在比賽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 自己是長大了 長大了 然後 都成熟了 想的事情 亦都多了 這件事 其實有好 亦都有壞 你覺得 由你第一首歌曲 到現在的Gigi 有什麼不同 表達唱歌的方式不同 這個是 表達唱歌的方式不同 還有 慢慢地去 走的時候 其實音樂都有很多種種類 所以 其實我自己唱歌上的方式 都會有所調整 就是今次 這首歌 雖然是一個 都挺Band sound的 一首歌 然後 其實我是想用真聲去表達 但是真聲去表達 又好像 同分前 比較內心氣的感覺 又好像太多 我亦都希望可以 在很powerful的聲音裏面 再加上 很 比較 飄的 聲音上面 去選擇一個 中間的位置去表達 我想知道 當時這個曲風 是誰 就是說 不如就用 剛才你想要Band sound的感覺 是 監製就是國維 還是 他想了之後 再給Paradol去編 還是怎樣 其實當時我收到的時候 已經是這個 這個 噢 其實聽完之後 我自己都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 一直都是以這個方向去發展 但是 正正是這種曲風 其實之前 又不是太嘗試這種曲風 因為我其實 腦海裏面 都挺多little magic的感覺 很不理會的感覺 但又演繹了另一種 Gigi 其實這次也是演繹了另一種 Gigi 其實是 還有我覺得內容 正如你所說 其實我也真的覺得 有一點點little magic的感覺 因為 雖然這首歌的主子不是這樣 但是呢 MV裡面 那種表達的方式 其實是有一點點 像little magic 因為little magic 其實是說 要做自己 不要去迎合別人 然後自己都可以 是很好 然後呢 MV裡面 就是我是黑天鵝的角色 裡面有兩個白天鵝 然後我覺得 白天鵝做的動作 無論是她們的服裝 也好 其實都很優雅 很漂亮 亦都是她們的舞蹈 都很古典 我自己是很喜歡 亦都很想去嘗試 亦都很想去融入她們的圈子 但是呢 發現自己在MV裡面 慢慢釋懷了 即是發現 自己其實 都要找到自己的特質 自己都可以是 自己的100% 你可以去欣賞別人 但是你 未必是 適合別人 所做的那種 他們 所以其實 自己跳的舞蹈 未必是 傳統的芭蕾舞 甚至乎 可能有一點點 那種叫做 現代舞的感覺 所以 可以是 自己的100% 自己都要去欣賞自己 你也提過 其實這次是團隊一起去想 這個主題 也是透光姐 在MV裡面 我上次一直去拍MV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也有一點點做自己的感覺 因為 而我認識的你 聊了這麼多次 可能你最初 還是對自己沒什麼信心 但是 然後不是 慢慢慢慢 再有些不同 是否自己都在演黑天鵝 你的角色 其實都算是 因為我 我剛剛都說過 我比較內向 所以其實 我會很想 其實我心裡 是很想 認識很多朋友 但是 由於我自己性格的關係 所以我認識朋友 通常都是 慢慢地 或者是 一個很長的時間去認識 不會一開始 可以跟很多人 聊天 那種感覺 也要可能 一天 兩天 三天 第三天 才開始慢慢說到很多話 所以 這個也算是自己 但是我也 了解到自己 這個狀況 我現在也是 慢慢去認識朋友 但是 當然 我覺得 比起以前 有進步 那 也 了解到自己 這個特質 其實都明白 這可能是一件好事 是 OK 要改變自己 這個 適應 有點難 還是怎樣 嗯 其實我覺得 是中間的 嗯 因為 只要你不跟別人說 你內向的話 你假裝很外向 其實人家不會覺得你內向 但是 始終可能自己 自己 暫時 還未 太可以跨得出 或者跳得出 這個 框框 其實都是 比較 內向 大家一來就感覺到 是內向的人 但是 可能當 認識久了 大家都 互相了解到 大家多了 我就會比較 多話說 其實 我覺得 跟你訪問 以前 已經很不一樣 以前是真的會再收收買買 是 接著 可能說話不太多 但是 起碼現在 你已經有很多說話 耶 所以我覺得 大有不同 大有進步 但是呢 講到MV 我想說多一點MV的部分 MV有一些畫面 我很喜歡 我喜歡 譬如他有一個大的 就是 應該是你 都是 就是一個大的 Gigi 然後 就突然之間 有一個在跳舞的你 那些畫面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 整件事 以黑白為主 當時 都是跟導演 是嗎 Royden Royden 一起去談 你想有什麼感覺 其實是的 這個MV 是 我們特意約出來談 那一天 他就問我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一聽到這首歌 還有聽完自己錄出來的那個版本 我就有一個畫面 就是自己在奔跑 嗯 奔跑是一個 有個 跟自己身高那麼高的一些 類似芒草 或者貓尾草 那種地方 而且 那片地方 都是金黃色的 就是在奔跑 那 就好像沒完沒了的感覺 那之後 Royden 他就問我 嗯 其實我都 我都很願意接受你這個想法 但是 你的奔跑的出發 在哪裡 我就嗯 停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因為我腦海一來 就浮現了這個感覺 但我又真的說不出原因 為什麼要奔跑 所以呢 我暫時自己在想的時候 他就說 嗯 你可以繼續想一下 然後呢 其實這裡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都希望可以跟你去溝通一下 那之後呢 他就給了整個 整個 非常專業 他就給了整個 整個 流程給我 啊 都挺有趣 用芭蕾舞去表達這個形式 然後 黑天鵝白天鵝的形式 那之後我就 恩然地接受了 我就 拋住我後 將那個 運跑的畫面 OK 但那時候 知不知道自己要跳的嗎 那時候 他有問我 懂不懂跳芭蕾舞 但是我說 我不懂 但我也想試一下 還有他當日 也有跳舞老師 在那裏 教訓大家 沒錯 那 雖然 其實我那次跳的 不是芭蕾舞 但是 我也學了少少 的 一些手部動作 嗯 不過我覺得整個 AMV是很好看的 謝謝 尤其是再加上那兩個舞者 是的 那兩個舞者的感覺 和你一齊 我覺得畫面是很難的 謝謝 不過 除了MV 剛剛提及過 在演繹中 究竟 為什麼Gigi和之前有所不同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 好了 今次Gigi的唱刊 感覺上 跟之前不同了 剛剛你想說 其實當時的狀態不太好 你剛才提及過 其實如果 可以再唱一次 又會不同 那時有沒有跟監製說 不如讓我再唱一次 有的 其實第一次錄完之後 我自己 聽起來 其實不太滿意 然後我就問 有沒有其他TIC 可以補回去 但是修改完之後 還是自己不夠喜歡 到最後我就問 可不可以多一天 讓我再錄一次呢 那一天再錄完 到現在出的版本 但我自己還是 還未滿意 所以 但可能大家聽的出發點 又不一樣 自己可能覺得那張照片很漂亮 但別人未必會覺得 這張照片很漂亮 或者別人覺得 這張照片超級漂亮 自己又覺得 很一般而已 這樣的感覺 所以 這首歌本身 剛剛所說 其實一開始都是覺得難唱 所以你一開始 最開始沒有選擇 但我只想挑戰一下 好了 挑戰一下 我只覺得這首歌的範圍都挺闊的 老實 但當時你覺得 是難唱而令到你再來過 狀態不好 還是怎樣 如果再給你再來過 你會去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熟 因為 錄這首歌的時候 那時候 自己對這首歌 並不是說很熟 也不是說練了很多次 所以其實當第一次錄完之後 其實中間有少少的時間 讓我自己再去消化一下 又或者是完善回 聽之前 做得不好的地方 再去作為一個改進 又或者可能第一次錄的時候 那個音是比較拉長一點的 但是聽完出來的感覺 好像拉長並不是說特別好 不如今次就縮短它 亦都可以令到監製有一個版本可以再去選擇 讓你選擇 而且 其實 那時候 我錄那個音的時候 我自己 就 一直抓住自己不放 這個時候可不可以再錄一次 這個可不可以再錄一次 監製你會不會覺得你有點奇怪 然後監製就說 其實也OK 原來你在錄音的時候 應該是最多是那個時候 沒錯 因為不斷地跟監製說 可以再錄一次嗎 我想知道這首歌曲本身 你是想演繹的時候是怎樣 因為 我想聽起來 除了唱腔裡面 我覺得這首歌的感覺也很重要 沒錯 其實 我錄完之後 在錄音室出來 並不是說 釋懷了 也不是說 很開心 首先是因為這首歌的內容 其次就是我自己錄得 自己不夠滿意 所以整個效果出來 就好像很灰 其實這首歌我想說的是 我其實是一個有生命的 一個透明的生物 然後我很喜歡那個人 但是那個人 未必看到我 因為我是一個透明的生物 無論我怎樣 很大聲地跟他叫 叫他的名字 又或者是不斷動 無論自己的形態做到多大 也好 其實他都看不到我 反而可能我後面有一個他很喜歡的人 他會穿透了我的身體 去看他自己喜歡的人 所以其實是有點慘 嗯 是 是不是也很想 或者甚至不是想 當你透過歌詞 你也提過 你很喜歡這首歌詞 其實已經很自然地流露了 那種慘的無奈 嗯 那時候錄音 其實沒有這麼大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 我那個自己 就是那個 情緒 自己 思想 我現在是 現在是叉叉滑滑的時間 好了 現在就負責鼓了 你繼續說 即是自己認為自己能力不足 那個形容詞 還是那個名詞 即是 在那裡 即是 類似批評自己那種 噢 批判自己 即是批判自己 就令到自己 其實那時候 對於這首歌的感覺 不是說很大 即是 也沒有什麼感覺 但其實到後來 自己再聽到幾次的時候 就慢慢地 反而有感覺過 之前錄音的時候 是 不過我相信 在樂迷 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都覺得幾不是Gigi 但我覺得 是 驚訝之餘 還有 我覺得那個編曲裡面 中間有很多很漂亮的聲音和和音等 包著 整個 首歌的氛圍是很漂亮的 所以這首歌的光澤 我也知道MV也出了 看了 如果還沒看的朋友 記得大家回去看 還有 四月的時候 都預祝你現場會成功 多謝 謝謝Gigi 我們下次再聊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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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